第1341集 这么巧 尽管白鹿是一个经过了特殊训练的人 但是却没有被专门训练过脸皮 所以当被他们嘲笑的时候 还是感觉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 竟然会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他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 事事处处拔尖 什么事都想要做好 但不得不说 这事啊自己搞砸了 强大如白鹿依然是如此 莫小鱼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重 这不是外在的依赖 而是在内心里悄然形成的内心依赖 虽然啊 我们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但是小鱼知道就行了 他认可的女人错不了 以前的时候啊 我和盈盈还有一个姐妹 佳佳 但是现在他生死不明 你来了更好 如果佳佳哪天回来 我们就可以打麻将了 苏菲毕竟是大几岁 所以在安慰人方面 比陈婉莹要好很多 林子大了傻鸟都有 所以啊 我这不算是自己扎紧篱笆吧 但是至少我们姐妹应该是团结的 你们说呢 陈婉莹问道 我们听大姐的 苏菲率先响应道 说完苏菲看向白鹿 等着他响应 白鹿觉得这叫什么事啊 和莫小鱼的这些女人中的两个结盟 这打死他都没想过的事 但这事就在眼前了 自己和莫小鱼聚少离多 如果再没有一个知心人 说不定哪天莫小鱼 就可能把自己给忘了 形势比人强 容不得白鹿不妥协 大姐 二姐 说完这个话 白鹿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就感觉 好像是刚过门的小老婆似的 哎 这就对了嘛 走吧 二姐带你们去吃大餐 我在这唐州呢 虽然没待多久 但是来了好几次了 对这里 还是很熟悉的 苏菲说道 此刻的莫小鱼 刚刚回到了杨帆家 成立公司的事 还要和杨帆说清楚 这样 市里的很多事 也可以让他给自己指点一二 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刚刚离开了那几个女人 他们居然就结成了一个小团体 虽然他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但三个女人一台戏 谁有本事 谁上台 他能管得了吗 哎呦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待上一段时间呢 开门一看 是自个儿儿子回来了 杨帆高兴地拉着儿子的胳膊 问东问西 妈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家人呢 莫小鱼看看家里没人 问他 还没回来呢 刚刚打电话呀 说要晚回来一会儿 杜曼山去公司了 可能是商量一下公司的事吧 怎么 你找他有事啊 来来来 快坐下说 渴了吧 妈去给你切个西瓜吃啊 说完 杨帆去忙活了 妈 你也吃点啊 哦 对了 我现在在香港 注册了一家公司 但是呢 我想回内地发展 到时候贷款什么的 能不能支持点 莫小鱼问他 不能 你是我儿子 我贷给你款 这要人查出来 没事也给抹黑了呀 杨帆直接拒绝道 哎呀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公司呢 我是以别人的名义注册的 无论查什么 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可以了吧 潘家村的工程开发呢 汉鼎集团是彻底放弃了 市里也正在找人接手 对吧 那是个很大的工程 你以为跑到香港 做个皮刨公司 就能接手那个盘了 我告诉你啊 你少来 因为这个工程的事 东天明已经被上级警告过了 再出现群众闹事的事情 他这个市长就干到头了 杨帆说道 那他不干不是更好 能换谁上来 哎 龙顶天有机会吗 这很难说啊 你还是不要打这个工程的主意了 不值得 万一烂在手里 那就完蛋了 你那点钱啊 会血本无归的 杨帆警告道 妈 我相信团队的力量 就是在银行贷款方面 妈 你得给支持一下 原来还打算让谢氏生物参股一下 但是现在呢 公司资金充足 只要是银行这边 再把这个贷款协调下来 我觉得没问题 儿子呀 房地产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里面的事多了 你能有精力搞这些 我没精力也没经验 但是我可以找有经验的人啊 把这些人组合起来 就是一个好的团队 莫小鱼说道 哎呀 你呀你呀 和你爹一个脾气 杨帆说到这儿 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闭口不言 妈 我亲爹是个啥样的人啊 你跟我说说呗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啊 对了 晚上在家里吃饭吧 啊 我去买菜 杨帆起身要走 我和你一块去 莫小鱼也站了起来 你不累啊 你在家里歇着吧 不用了 我一直都在外面跑 虽然你把我找到了 但是和没找到也没多大区别 所以啊 有时间呢 我就多陪陪你 嗯 对了 有时间呀 也都往乡下跑跑 你的养父母啊 他们更不容易 我知道 我现在也是两天打一个电话 他们在老家生活的 也还挺好的 莫小鱼开着杨帆的车 载着他一起去了超市 这是莫小鱼第一次陪着杨帆逛街 杨帆挽着儿子的胳膊 幸福的感觉 瞬间充盈 全身每个细胞 就在莫小鱼边推着小车 边和杨帆聊天时 没想到碰到了前面的人 莫小鱼急忙说对不起 那人一回头 也看到了莫小鱼和杨帆 杨帆一愣 但是瞬间就认出了他 而他看到的却是莫小鱼 哟 这么巧啊 是啊 这么巧啊 莫小鱼善善地笑道 再看看身边的母亲杨帆 早已伸出手去 和他握在了一起